如何让乏味的学习变得超有趣 这期分享的这六个学习神器 让你的学习之路也能快乐十足 宿舍熄灯了 还想继续内卷摄游 快在书桌上装这个酷壁灯吧 可以站在任何想要用的位置 能贴在衣柜里 还能随时取下当作手电筒 怕黑的女生再也不怕了 每次看书都要这样低着头 颈椎真的太难受了 可以用这个把书立起来 不用一直低头 翻到喜欢的页码还可以固定住 角度可以随意的调节 还能当个iPad支架哦 实在太适用了 每天都要学习 真的压力好大呀 看我的笔记本 不光可以写字 它的封面还是谈谈的小熊 压力大时就可以捏一捏小熊 太解压了 像平时书桌上的纸屑 我就会用这个迷你的吸尘器细掉 而像平时吃零食的零食碎 也能用它细掉 桌面干干净净的真舒服 每天下课回来 我的书本和包包 我就会放进这个小推车里 还带了小滚轮 平时拿东西都超级方便 而且放在桌子下 也不占空间 喜欢翘二郎腿的姐妹 赶紧把队放下 快在桌下安排个拉筋板吧 防止翘二郎腿的同时 还能瘦腿 还有多个档位可以调节 学习累了 还能起来拉伸一下 快关注贝尔 带你挖掘更多好物